汪牛慢慢向前走,想爬下去 如果沒有這個殼,像不像鼻涕蟲? 我想捉鼻涕蟲在實驗室看看他們的親戚關係 最想知道他們的肉粥,不像腳沒有關節,像一劈肉一樣 怎樣幫它走呢? 現在進退了兩難 整個殼墜了下去,能否進去呢? 最重要是研究一下它是否一隻無殼的汪牛 我想看看在下面看它走路時的樣子是怎樣 現在正在走斜壁 這裡是很有趣的生物,都是原體類生物 跟汪牛是親戚 有些人說它沒有學汪牛,脫了學的汪牛 或者叫鼻涕蟲,很明顯它跟汪牛是親戚 有粥酥,有肉粥 但是我想看它們怎樣爬 在這個表面,沒有關節的腳 一會去實驗室,跟汪牛在一起 在下面看它怎樣爬 在不同角度看看汪牛的動物 它最有名的就是肉粥 你看到汪牛向上爬的時候 它是肉粥 在這裡 一路輪著向前,一路收縮推進 直接好像魚動一樣 那些圖案很漂亮 肌肉收縮的圖案 有些人留意一下轉彎 它一邊收縮一邊,不收縮就令它轉彎 平時我們觀察,只是觀察它的殼表面 它動動,只是看它爬,只有一個慢字 你看到原來在表面,肉粥接觸的表面 就是這麼有趣的 它一路滑在表面 它一路滑在表面 會波羅粉向前 這個汪牛很活躍 一路減地心吸力 在盤上爬 所以我們拍到肉粥的變化 肌肉收縮一路向前 原來觀察要多角度一點 但是在下面看上去,可能看的更多 還有一個口 平時一路走一路刮地下的食物一路吃的 我們拍到玻璃盆 我們拍到玻璃盆外面 現在看那些肌肉的圖案 全速前進 全速都是這樣 左邊的是鼻梯重 即是豁魚 右邊的是蝸牛 現在在底部的肚腩 拍到牠們 動的時候 究竟如何利用那雙肉粥去走 大家看到波羅紋嗎 波羅紋代表肌肉收縮 好像等於我們放在地上爬 看到嗎? 很漂亮 這幾個 一邊移動 好像波羅紋一樣 很漂亮 很有趣 像豆塊爬上去 在酒樓令那些軟體動物 包圍 這個就是玻璃 跟我們店裡的那些蝸牛一樣 很多 很多玻璃 平時有些人問 蝸牛沒有了個殼 會不會 那麼殘忍 因為蝸牛 其實很多內臟 都黏在殼上 所以牠自己不會捐出來 如果踩邊之後 基本上牠一定會死 殼和肉 基本上同步生長 不可以脫殼 我們不應該踩屍牠 有得自己周圍走 好嗎? 好嗎?